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YC Channel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继续的是一个教程 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还是关于硬盘的问题 之前那个视频我录过一期 其实就是关于硬盘如何去分区 就是你的电脑 你的台式电脑 或者说笔记本也好 就是Windows电脑这一块的话 你买回这个电脑之后 如果你想增加硬盘 当然前提是你的电脑 它支持你增加新的硬盘 那就是不管你增加的是这个固态硬盘 还是机械硬盘 它需要有相应的接口 比如说固态硬盘的话 它就需要那个M2的 或者说NVMe的这种接口 它就不一定是SATA的 SATA协议的固态硬盘也有 那你要去看一下你的那个SATA接口 它的这个版本 是不是SATA3或者SATA3以上 它才能够发挥出固态硬盘 这个高度写的一个速度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你这个SATA最好可能只能支持 这个机械硬盘 那你就去接这个机械硬盘 然后你要看你的这个机箱的 这个空间 它能不能容纳 这个不同尺寸的机械硬盘 比如说像这硬盘呢 其实它有2.5寸和3.5寸 它这大小差距也挺大的 如果有些那种小机箱的话 它其实根本就就差不了3.5寸的硬盘 它只能差2.5的或者说更小 只能差那种板载的那种 M.2接口的那种NVMe的固态硬盘 这个看你个人情况了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说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关于硬盘的问题 那么之前我讲过给大家说如何去做这个分区嘛 包括怎么去建这个简单 就让这个硬盘 新加入的硬盘如何正常的使用 那么我这回再提一下 就是说你打开你的这个资源管理器吧 应该是在Windows叫资源管理器 还是叫文件夹 我看一下 磁电脑 反正就是在你这个资源管理器里边的磁电脑点开之后 它会显示你的在设备和驱动器下面这一栏里头 它会显示你的当前的储存盘有哪些 然后多大 当然如果你刚开始只是把这个硬盘买回来 刚装上电脑的话 刚接入SATA这个接口 刚通上电 它是不会显示这个的 就是如果是新硬盘的话 它是不可能显示这样的 它是需要格式化或者需要建那个卷的 像这个就是正常的状态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点开我电脑 然后鼠标放在我的电脑上 就在此电脑上右键 右键鼠 会弹出一个管理 在这个地方的管理你点下去 会弹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菜单 这个菜单上面会写呢 有这个计算机管理本地 系统工具 各种各样的工具 这些就先不看 然后到储存 你刚点开应该是这样 就是没有那个下拉的 点这个三角 它这边有个储存 储存的话有个磁盘管理 这个磁盘管理打开之后 如果你的电脑性能不是很好 它需要跑一段时间 就是说它需要读你的这个电脑上现在有哪些 就是假设你是买了一个新的一个磁盘 就是新的这个硬碟 你刚刚插到你的这个电脑上 它是不会在就不会在这个地方上显示的 但它会在这个地方上显示 它会在这个区域显示 在这个地方它会有磁盘 上面去装这个windows系统 它windows系统会自动分区的 它不是你去分 它是自动分的 所以像这些区 还有恢复分区什么启动盘 或者各种各样的盘 它这个你不用管它 你不用也不要改它 也不要动它 这个动的话 它会导致很严重的系统错误 非常非常非常麻烦 你一般都需要重新做系统的 你要找你的那个根据容量找 因为它这个地方一般不会显示品牌 我这个地方是我自己改的名称 正常情况下 你加进来这个地方 应该就是没有任何名称的 没有土区吧 没有虚数 没有任何名称的 它也不会显示你的硬盘 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械硬盘 还是说是固态硬盘 它不会显示的 所以你要看你的这个容量 然后你要知道你原来的硬盘在哪 一般系统盘 它都会显示OS或者C盘 一般系统盘都C盘 新的硬盘你看 比如931.39GB 那么这个硬盘就是我新装的 因为我买的是一个1TB的硬盘 它装上之后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是原来的硬盘500G左右 那么你的新硬盘 出来之后 我给大家显示一下 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黑色的 就是说你的新的硬盘 装到电脑室之后 你打开这个界面 它这个地方显示的 应该就是磁盘0 或者磁盘几 看你有原来有多少个磁盘了 然后基本 显示一个容量联机 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你点后边这个地方 就是它有个框框 这个框框上面是黑色的 黑色的代表它没有使用 像这个它也有个黑色 但你不要动 它可能是用来做缓冲 或者冗余的 这个地方931.39 它写的是未分配 像这个它写的就是状态良好 启动 基本数据分区 怎么怎么样 然后这边写状态良好 它一般都会分过区的 它都会显示一个什么状态 后面括号是用于什么 像这个就是用于EFI的一个启动盘 这个就是未分配 然后你设置的话 我之前拍过一个视频 就很简单 你就点右键 这个就是说像这些跨区带区这些东西 它现在其实已经不是很常用的一个功能了 分区主要看你的用途 所以说另外一个还要看你的电脑的一个性能了 就是说像过去分区是为了 就比如我931G的话 我很大 像1TB的 如果我储存的文件很多 比如说我储存了有五六百Gb 它可能它的询盘速度会比较慢 所谓的分区 就是为了让电脑更快的找到你的数据 你们就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说如果你的电脑的硬盘 就是你新装的硬盘 它的运行速度 或者说它的读写速度还算比较快的话 我一般是就是说给大家说 就是说像这两年的话 其实不需要分区了 实实话 哪怕是机械硬盘也不需要分区 我们这里演示一下 如何键简单券 又键新键简单券 就可以用了 一对点下一步 我看下一步下一步 这个地方你可以给你的喜好改一个名字 这个驱动号就是你的 比如说C盘 G盘 B盘 A盘 这看你喜好了 比如说叫A盘 对吧 你就写 然后这边会有个文件系统 你最好选了ETFS 如果是用于电脑长期自带的储存的话 一定要用NTFS 这个是微软现在做的最好的一个文件系统格式 大小默认 卷标 就是你的硬盘的名称 比如说我就叫 Tushiba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名字了 然后不要点启用文件和文件加压缩 直接点执行快速格式化 当然如果你是新盘的话 快速格式化 如果不是新盘的话 你可能需要个正常的格式 正常格式化 就是把那个数据要删掉 原来的话 它可能有时候会导致一个毒液速度慢的问题 Tushiba这个地方出来了 看 然后你一旦那个地方设置完 这个地方就疼弹出来 931GB可用 点开之后就是空的 我可以演示一下 我看看我看看我这边 这个视频不是很大 我这边看看有没有文稿 对 我这边把视频可以给大家导一下 我试一下 看比如说这个索尼4K HDR 我复制一个 这是在C盘上面的 然后我现在复制到这个D盘上 复制到刷链贴 大家可以看到 这速度非常快 这725M我都没反应 这都 就是根本就没有 就好像没有出现 那个加载的那个界面吧 对吧 然后就是这个4K HDR的视频 它应该是 精度很高 就是4K HDR嘛 肯定是精度很高的 当然我这个显示器是4K的 我不知道你们录出来的 不一定是什么样 不一定是HDR 就是可能会那个曝光有点问题 就说 这个多月速度绝对够了 就是够的话就不要分去 没有意义 然后的话呢 如果你要格式化 就是右键把它格式化掉 对吧 你就不要它 就把它比如说用到别的地方 那么这个视频就是 这是第一个要讲的东西 好 那我们刚才演示了 这个关于土虚8 就是机械硬盘 它如何添加到电脑上之后 我们现在来说另外一个 就是说 你的一个硬盘的 平时的一个维护和设置的问题 还是右键点管理 子电脑 在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 刚才咱们点的是磁盘管理嘛 磁盘管理呢 它主要是用来 其实就 我用的更多的操作 就是用来分区啊 或者说 用来格式化硬盘 或者用来恢复硬盘 其实呢 这个功能不是 Windows上最好用的 这个功能之一 它有一些系统工具 它是很好用的 比如说 我把这个关掉 我在这个地方 一点右键 就是直接点这个硬盘的 这个名目啊 直接点右键 属性 这个地方会弹出一个小窗口 这边会有个磁盘清理 磁盘清理是什么呢 它能够清理一些系统文件 就是一些啊 就是非常占空间的一些东西 它可能会有一些 包括回收占之类的 然后这边还有个工具 就是检查这个硬盘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 我建议如果你用的是这种 其实应该是 不管是机械硬盘还是SSD啊 我都建议你去用这个功能 因为这个功能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 就是万金油功能吧 你可以这么理解 它的这个功能呢 能够扫描你驱动器上 所有的一些问题 它比如说 能扫描你的错误 你的坏道之类的 它会显示一个详细性 在这里 其实就是刚才那个界面啊 只不过它是另外一个 就是就是一个 另外一个怎么录 它会显示出一个无 对吧 呃 这边都会有一些信息 其实这边呃 就是说它也没什么 就是说 它会显示一个 你看这边会显示一个 多多毫秒 检查这个 多多毫秒 四半有多多东西 这个你都不用看的 就是你只需要知道 它觉得没问题 OK 然后优化呢 是啥意思呢 优化是 它有个碎片整理的问题 就是 它正常的话是自动的 这边你这个界面 点开之后 应该是 有个叫计划的优化功能 你应该是启用的 正常计划 是每周 你可以改这个频率 你把每周 可以改成每天 或者每个月 我一般都是默认就行了 然后 它正常会有一个碎片整理 这个会优化你的这个硬盘 去提高你的这个读写速度的 然后剩下就是你能看到上面有哪些东西 我这个的话就会显示两个硬盘 一个是 SSD 512GB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图续8的HDD 那我们在最后再看一个功能 就是 也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 就是 很多人就会说 我这个磁电脑 比如说我只有一个 系统盘和一个单独硬盘的情况下 就像我这种情况 只有两块硬盘 一个是装了系统的 然后这系统盘 一般大家用SSD装 可能 如果你的经费比较吃饮的话 你是不会买太大容量的 所以它可能会不太够用 就是用来储存文档不太够用 但是呢 Windows这边不是有很多这个 预设的 就是快捷访问的文件夹嘛 目录 就像那分类的一个目录 这跟Mac的有点像 就是视频桌面 音乐图片 文档下载 三星对象 这是这两年才加的 那最常用 大概应该都是下载 文档 图片 视频桌面 这几个最常用的 那比如说我这个文档 我这边就存了很多东西 那我怎么样 能够 节省我的空间呢 它默认的话 它是存在这儿的 可能说我这个点 这个存在哪里 它这地方只显示个死电脑文档 它不显示别的 实际上应该是在C盘的 这几个目录的 默认的储存地址 应该是在C盘的 我点这个右键 那你能看到 在这个有个属性 一样点个属性 这边有一个叫位置 上面有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实际位置 它能显示一个C user 你的名称 你的Documents 这个的话呢 是可以改的 它默认值是这个地方 它是C盘 一般默认值都是在用户名目录下面的话 你可以移动它 比如说我把它移动到我这个新建的盘 我直接选择这个文件 A的目录跟目录 我可以直接选择这个地方 我点应用 它就会问我是不是要移动 然后它就会开始移动了 这个的话呢 这个功能呢 很实用的 就是说 如果说你想把你的一些 就是储存文章特别大 比如说我视频 比如说我的视频啊 你看我把这个视频 直接属性 位置 移动 从18 选择文件夹 点应用 它就问我是不是要移动 我是 它问我是不是要从定向呢 我是 直接点A 当然这个应该是 就是它很快啊 所以看过来了 那你再去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也有 但是它的位置发生改变 就是这个文件夹 它是不会动的 但是它的根目录会发生改变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OK 拜拜